他就是用很多那種甜蜜在騙我 然後送我花又送我鑽石項鍊的 還跟我說會跟蕭淑聖離婚 我今年本來就準備開一間私人的會館 他知道我有一間房子 然後我也準備要辦貸款 他跟我說他可以幫我申請貸款 才發現梁軒安是用雄鷹當借款人 拿我的房屋設定抵押 拼款上面有不時的記載我 像雄鷹公司 比如說借款、薪資等等 我要求梁軒安提供報表跟存折給我看 他都直接閃躲話題 不願意將貸款支出後 剩下的錢還給我 梁軒安一毛錢都沒有花 變成我自己借了錢 欠中租500萬 還欠梁軒安的雄鷹公司260萬 他就是有很多那種甜蜜在騙我 然後送我花又送我鑽石項鍊的 然後說要幫我出歌要什麼樣的 然後他還跟我說會跟蕭淑聖離婚 然後因為我今年本來就準備開一間私人的會館 他知道我有一間房子 然後我也準備要辦貸款 我就打算把錢用在我的會館上面 他跟我說他可以幫我申請貸款 可以幫我背書 跟我要身份證啊 房屋、土地、所有權狀 還有硬件章、一件證明 我沒有申請貸款過 所以我只知道那時候中租是同意貸款500萬 中租今年在4月24號撥款 我請梁宣安匯款支付我會館的租金費用 裝潢開銷 然後我才發現梁宣安是用雄鷹當借款人 然後我的房屋設定抵押 然後拼款上面 有不時的記載我 像雄鷹公司 比如說借款啊薪資等等 然後我家人就覺得這樣不對 然後他還跟我說 最會害人的就是家人 他說他只是想要保護我 我要求梁宣安提供那個 報表跟存折給我看 然後他都直接閃躲話題 不願意將貸款支出後 剩下的錢還給我 他說他叫律師叫我還錢 給雄鷹公司260萬 欣賞雄鷹公司帶電我的支出 不然就要走法律途徑 但是那些錢是用我房子借款出來的錢 我貸款是要用在我的會館 梁宣安一毛錢都沒有花 變成我自己借了錢260萬 欠中租500萬 還欠梁宣安的雄鷹公司260萬 那梁宣安還有用那個 以會館的名義要規劃了很多入股方案啊 這些都是梁宣安自行規劃 跟我沒有關係 他規劃的那個入股是不是很不合理 嗯 是 是很不合理 就是我覺得交給檢官調查 然後不要被騙 大家不要被騙 他是不是最後有點快要被發現 被他老婆發現之後 還說有要告你這部分 嗯 是 像我要260萬的那一部分 就是他覺得是公司借款給我 嗯 然後最後就是他說要告你的部分 對 是告什麼侵害配偶權有嗎 呃 沒有沒有這個是沒有 對 他是有跟我說這個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要提到 他怎麼說 他跟我說 你這樣子不怕被告侵害配偶權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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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